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 上帝预备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可是用尽了心思 上帝知道法老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 就吩咐摩西再去见法老 这次上帝对摩西说 要在日后叫以色列人 把上帝在埃及所做的一切神迹 都要传给他们的侄子孙孙 好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真神 原来以色列人自从迁移到埃及之后 对于上帝的作为已经渐渐淡忘了 因此上帝再次的提醒他所拣选的百姓 要与上帝要与上帝有良好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听下面的故事哦 摩西 摩西你们又进了王宫 怎么今天又带什么新的消息来啊 我跟宫中的大臣都算准了 你今天肯定会来的 不过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死心呢 是啊摩西 我们埃及全上下谁敢起来跟我们法老王做对呀 我们认为呀 你们真的是低估了我们王上的能力呀 王上 我还是一样带着上帝的吩咐来罢了 耶和华上帝这么说的 你在上帝面前还不肯谦卑下来 要到什么时候呢 让我的百姓离开好敬拜我 你若不让百姓离开 我明天要叫蝗虫进入埃及境内 这成千上万的蝗虫将铺天盖地 遮满全埃及地 并且把冰暴之后所剩下的农作物及树 都吃得片甲不留 他们也一样要充满你的屋子 相信 从你们历在祖先至今 是不曾有过的灾难 摩西说完了 未等法老回应 转身就离开了 摩西走了之后 法老身边的大臣急着说 王上啊 我们要容忍摩西到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他才肯罢休啊 他简直是把我们全国上下都害惨了 是啊 王上 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这样子嘛 就让他们去旷野 敬拜他们的神吧 王上啊 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埃及已被摧毁的几乎是寸土不留 民不了身了吗 我们呢 没什么可以再赌下去了 好吧 把他们招回来 于是摩西及亚伦很快的被带回王宫 法老对摩西说 摩西 我和这些大臣都商讨过了 我们决定 让你的百姓去旷野敬拜上帝 不过啊 到底哪一些人跟着去呢 王上 我们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 以及我们要带着去敬拜献祭用的羊 都要带着去 因为我们一定要向上帝守节的 摩西 你当我法老是什么 如果妇女孩子都跟着去 那你们最好祈求你们的神 也跟着你们一道走 否则我敢说 灾祸就在你们跟前了 哼 没那么容易 要是去 把妇女孩子留下 你们南地可以去 这不是你们一直要的吗 王上 我们坚持把所有的百姓都带去 为的是向上帝 我说不准 是 把他们两个都给我赶出去 摩西及亚伦被赶出王宫之后 上帝就对摩西说 你向埃及地伸出你的手杖 使蝗虫飞到埃及地来 吃尽冰爆之后 田间所剩的一切 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 那夜天刮起了东风 阵阵地吹向埃及 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蝗虫吗 它们是一种有害的昆虫 比起一般的炸猫 蟋蟀都还大一点 通常它们对人是不会较从威胁的 但就像其他的昆虫小动物鱼一样 一旦只身繁多的时候 它们便会吞吃人类所赖以为生的农作物 并且威胁人类 在近东及中东沙漠的边界 蝗虫可是很可怕的名字 虽然人类有现代的捕杀技术 但是当蝗虫达到一个全胜的时候 这些捕杀技术都不足以抑制蝗虫 上帝的大能是非常的奇妙 他使用这些微小的东西 去破坏那强大的法老王势力 天干亮吧 奇怪 昨天是什么声音啊 那是什么黑漆马屋的 是虫子啊 成群的虫子 是蝗虫 我们的菜也要蒸了 我们的粮食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的粮食啊 怎么办呢 全埃及在一夜之间 被蝗虫侵蚀的什么都没有剩 王上王上请你站出来看看 宫中的要尘紧急的上王宫 并让法老看宫中的四处 什么 这可恶的摩西 来人啊 去把摩西找来 一见到摩西 法老照样使出计量说 摩西 你来了 快快快 我真的是得罪了你们的神 现在求你就这一次吧 饶恕我冒犯 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 使我脱离这次的死亡吧 我知道错了 摩西一转身出去 就向上帝祷告 奇妙的是上帝把风转向了 由冬转向西 就这样呼噜呼噜地吹了好一阵子 成群成群的蝗虫被吹入了红海去了 小朋友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呢 这次的灾难 到底有没有真正地改变法老的心呢 没有 法老还是依然顾我 哈哈哈哈 这三两下就干干净净 这个摩西 咱们走着瞧 亲爱的小朋友 摩西一再地劝告法老王 前前后后不下八次了 但是法老的心依旧是顽强 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放手 也不愿意低头 因此他一再地后悔 又一再地反抗上帝的警告 你知道吗 一个好的领袖 他每做出一个决定 都应该是为着人民 以及大多数人的幸福着想的 一个好的领袖 往往会先尊重别人的意见 这样他才不会一意孤行 也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好 小朋友 把你的手合起来 眼睛闭上 跟底波拉牧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教导我更多的学习 尊重别人的需要 因此帮助我把自我中心的心态除去 也帮助我更多的体恤 体谅身旁的人 孩子祷告 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华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